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机组9人 旅客123人 发生坠机时导致藤县发生火灾 目前已被扑灭 接到报警后 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结合了117名消防员 以及23辆消防车立即赶往事故现场进行救援 随后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应急预案 全程指挥赶赴现场 分别调派南宁 柳州 莱滨等共538名消防员前去增援 时间紧急分秒必争 然而奇怪的是 当消防员赶到现场后 除了看见满地的飞机残骸外 并没有发现任何遇难者以及幸存者 经过努力搜寻 也只是找到一些乘客的证件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悲剧的发生 为什么至今都找不到人 还有就是 现在有没有人员还活着 想要下面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最有可能的几种猜测 第一 人体被风流吹散了 MU5737起飞后 一直都是在8869米的高度上飞行 不知什么情况 到下午14点19分的时候 MU5735突然下降飞行高度 而时速也开始下降 到了14点22分的时候 失联了 当时飞行的高度是在1000多米的上空 不久之前 有村民看到一个物体从天空中垂直落下 试想一下 衣架这么重的飞机 又是在失势的情况下坠落 机内的乘客有可能被大风刮走了 而且很有可能在坠机的过程中 飞机发生解体 巨大的压力把机内的乘客全部吸走 然后通过气流吹散在各个地方 只要扩大搜索范围 应该就能找到 第二 飞机行驶过程中被气压撕碎 在强大的气压面前 飞机都会被撕成碎片 可想而知 这种气压究竟有多么恐怖 因为飞机都是用铝合金制作的 它是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高性能材料 铝合金的主要特点有重量轻 强度高 韧性好 耐腐蚀等 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这样的材质面临气压的时候都会被撕碎 更不要说人类的血肉之躯了 所以这些乘客很有可能被气压撕碎了 第三 飞机坠落撞机造成人体粉碎 我们看这次飞机坠落 它并没有出现自救式的滑翔 飞机在坠落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失去速度以及控制 因此在飞机坠落接触地面之前 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 飞机撞击地面的力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飞机撞击的力量造成飞机内部人员直接身体碎裂 这使得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位遇难人员的完整遗体 第四 飞机坠落后产生的强力爆炸 还有一种可能是在MU5735坠落的时候 因为自身压力在完全接触地面的时候开始解体 而飞机坠落的强大冲击力让遇难人员的身体也支离破碎 此后发生的是那就是飞机坠落之后 因为汽油等物质造成的爆炸 一般来说一架飞机重达至少几十吨 因此飞机接触地面造成的爆炸威力必然是不可小觑的 根据飞机坠落地点附近的村民刘海新回忆说 当时他正在家里干农活 突然听到爆炸声响起 刚开始还以为是别人放炮 不一会儿就听到其他村民说 是有飞机掉下来发生爆炸 而村民们听到的这一声巨响 就是飞机坠落造成的爆炸声 飞机这样的金属躯壳都因为爆炸四分五裂 更不用说我们普通人的肉体了 第五飞机爆炸后的燃烧 我们上面说到飞机坠落之后因为爆炸解体 而飞机自身有一部分燃油 爆炸使得燃油四处飞起 造成飞机坠落之后周围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一点村民刘海新也说过 由于距离很近 在他家门前就可以看到爆炸的地方起了大火 而且他还和其他村民前往距离事发现场 几十米外的地方观看 不久后便有消防员和警察来封锁现场 由此小妖认为当时飞机里面的乘客 由于飞机爆炸造成身体分解 而后剧烈的伤火导致身体消失殆尽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 使得我们目前都没有搜寻到遇难者的遗体 当然这也是小妖自己的猜测 具体什么原因我们还是等待官方通报吧 除了东航遇难人员去哪了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一次空难究竟起因如何 还不得而知 让我们从一些基本情况入手 一点点探索 先看该机的基本情况 这是一架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737-800飞机 发生事故的波音737飞机 寿命不到8年 按照正常使用20年时间来计算 飞机还处于年复力强阶段 基本可以排除飞机老化超期服役的因素 按照公布的非常准软件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 蓝色的线条代表高度 黄色的线条 这是飞行速度 蓝色线条从开始呈现一个比较陡峭比直的上升 这是飞机从机场起飞 并爬升到巡航高度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爬升 飞机保持了8907米的高度巡航 但是在14点25分 突发故障 飞机高度暴降 很快就消失了 另外一个 我们看黄色的速度线条 开始起飞到巡航 都保持了和高度类似的状态 但是在事故发生时 我们可以看到高度暴降的同时 飞机速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尖峰 这代表飞行员有可能加油门垃圾头 挽救飞机 但是很可惜 速度提升了一点点 很快就快速损失速度 进入不可挽回的死亡俯冲 从事故现场拍摄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飞机坠毁在山腰 飞机残骸的分布范围都比较广 可以看到滚滚浓烟 还伴随着响亮的爆炸声 就此判断 机组和旅客人员情况很不乐观 按照飞行方案 加油15吨计算 该机飞行到广西吴州 预计还有5吨左右的燃料 还有另外一些细节 大量白色的飞机部件坠落 尺寸都非常小 最大的也不过两个巴掌大小 大部分都很细微 堪称粉碎性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量的红土被撞击散开 可以说飞机在高空巡航阶段 突发事故后 机体发生了大量的零部件解体 这种解体 大多来自飞机高速对地面的撞击 就这一点来看 飞机撞击速度特别高 并不像常见的 飞长事故平缓迫降 所以说这一次事故 发生的很诡异 大部分民航飞机事故 大多在起飞和降落阶段 这一次事故则飞比寻常 造成这种恶劣的结果 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是飞机内部 有巨大能量的物品 突然冲击造成了这一次事故 这一次事故 奇怪点在于 飞行员都没有来得及 挂上事故代码 或者和地面空管控制中心 进行呼叫 就突然消失 第二种则是推进系统 发生急性故障 事发时飞机飞行在8900米的高空 有足够的高度和速度进行滑翔 在此期间可以尝试启动发动机 按照正常的滑翔比 使比E来计算 该机可能向前滑翔几十公里 不成问题 但是很奇怪 飞机根本就没有滑翔 直接从高空直插地面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波音737 飞机家族 一直存在一个奇怪 俯冲自杀的迹象 这次的飞机坠落事件 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的搜寻调查之中 截止小妖整理资料前 MU5735航班事故搜救 及调查工作迎来突破 一部黑匣子 在广西藤县的坠机现场被发现 但破损严重 相信找到黑匣子 是破解MU5735航班事故原因的关键 同时广西自治区 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 共搜寻区面积4.6万平方米 发现有部分飞机残骸和遗体残骸 也已移交调查工作组 小妖也是希望各位不信咬不造谣 静静等待官方公布的信息 愿奇迹发生 愿我们每个人珍惜今天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惊喜与意外明天哪个会到来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们对东航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